中广早报新闻 请您现在时间7点30分 欢迎收听中广早报新闻 我是谢燕荣 今天是中华民国109年7月1号 星期三 农历是庚子年5月11 早报新闻开始赶快来扫描一下 今天各个报纸在头版的新闻焦点 港区国安法也好 港版国安法也好 昨天确定是拍板上路 那现在中共人大常委会通过 然后晚上看线之后 今天正式生效 那今天包括了中时联合苹果 头版内页都是相当大篇幅的报道 中时联合苹果是头版头条 那联合报内页配合三版的报道 而中时则是二三版 苹果日报 因为他们自己的老板黎智英 也牵涉其中 可能会成为 适用港版国安法 港区国安法的一个对象 所以今天苹果在内页做了 七个版面 加上评论版大篇幅来 这个质疑港区的国安法拍板上路 相对来讲 自由时报 今天是在头版中间版面 用了一个图文的方式 报道配合内页的 这个三版来强调说 在香港人民的反应部分 七一大游行 还是会照常的来举行 虽然说香港当局是 驳回了游行的申请 但是很多人 民众会用个人的身份上街 所以今天白天我们来看一看 在香港的气氛 除了港区的国安法 港版国安法之外 今天财经焦点 经济日报头版头 聚焦的是台北股市的 第三季表现 当然是不错 另外在工商时报 焦点放在台币 因为热钱涌进的关系 最近台币强升 内页则是大同的股东会 今天两个财经报纸 在内页工商是二版 整个版面 经纪是三版整个版面 综合性报纸 自由时报 也把昨天大同股东会的一些争议 和最后证交所 直接把它打进 全额交割股的这个结果呢 今天自由时报是提板 在头版的下半版面 来告诉大家 继续回头来关心一下 港版国安法 港区国安法的相关内容 今年中国时报的 头版头条标题 港版国安法施行 大陆全国人大常委会162票 全票通过 而且呢 在内容部分 明确的规定 四大罪性 好 这四大罪性呢 当然看起来是很空泛啦 不过呢 感觉起来好像就是 如果说这个 有所谓港独啦 或者是一些涉及影响到 中共当局认定的 国家安全的部分呢 就会被法办 这是今年中国时报的 头版头条 联合报 今天头版大标则是 习近平签述 港版国安法 最高刑罚 无期徒刑 美国撤销香港的 特殊贸易地位 今天联合报 在头版直接把 刚才提到 港版国安法 四项重点 刚才提到 四种罪性 做了表格整理报道 分裂国家罪 颠覆国家政权罪 恐怖活动罪 都是首要分子 无期徒刑 或者是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的重罪 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者 处三到十年徒刑 如果是罪性重大的话 也是无期徒刑 好 这个是在 这个详细的内容 法案的内容部分 被拉出来做表格 联合报 今天头版另外有点到说 昨天大陆全国 这个人大常委会 是以162票全票通过 而且非常非常快速 白天先列香港基本法 附件三 马上习近平签署 昨天晚上就刊线 而在联合报 今天有点到 这个法案是不追溯既往 不溯及既往的 其实法律精神 本来就不溯及既往 但是他有一个诞书 如果未来执法的时候 在审酌他当时的犯性之外 也会考量到 相关人士过去的行为 来作为检控的证据 今天联合报头版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美国方面的反应 今天被拉在头版 做了并程的报道 在北京通过港区国安法之后 美国的商务部长罗斯 宣布撤销香港特殊贸易地位 暂停对香港执行 出口许可证的豁免优惠待遇 同时禁止出口国防设备 跟敏感技术到香港 那昨天早上已经讲过了 因为美国觉得说 好如果说你现在 从一国两制变一国一制的话 当然对待香港的方式 要跟对待中国大陆是一样的 那就是一国一制 日本的内核官房长官 菅义伟则说 中国通过港区国安法 让人遗害 已经损害到一国两制的公信力 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表示 可能接下来对于习近平访问 日本计划会带来重大影响 欧盟则说 中国这项决策让人痛心 会影响或者是伤害到香港的自治 司法独立跟法治 好今天在联合报市 昨天白天的进度 那今天清晨最新进度 包括了在美国部分 从议会也希望川普能够做出 更强力的反制港版国安法的一些作为 而在欧洲国家 包括日本 英国 德国等27个国家 发了联合声明 在联合国的大会上 是用联合声明的方式 希望赶快踩煞车 希望中国大陆重新考虑 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 另外英国跟美国 对于大陆色彩相当浓厚的华为 也有一些全新的一些这个规定跟措施 针对华为的部分 美国正式宣布 华为跟中兴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 所以不能够用政府的资金 向这两家中企采购 而英国的首相强生也说 港版国安法已经通过了 所以接下来 如果华为要在英国的5G网络建设上 扮演重要角色的话 那英国会开始想一想咯 我们要先保护自己的国家基础建设 不能够受到敌对国家供应商的一个 这个限制 或者是不能够被人家把持住 所以接下来 华为在5G这个版图上 势必也会受到影响 好 这是今天清晨的一些进度 我们回来看早报 今天早报呢 在联合报的三版 则来看一看 法后香港 今天联合报说 两种揽炒 三种变局 在通过港区国安法之后 示威者退场 美中 现在变成新的主角了 融入大湾区 而且呢 香港现在很低调 刺最好的策略 什么叫蓝炒 蓝炒其实是 玩扑克牌的一种术语 简单来讲就是 我们大家 同归于尽 玉石俱焚的意思 那这个当然是从 反送中上街的 示威者开始来讲 最后呢 反正大家一起死 我不管了 通通拉进来 那今天联合报 在三版当中提到 香港正式进入 法后岁月 不过这个岁月 很难尽好 还是拨刀起伏的 这是因为香港 反送中运动 唯一成果 蓝炒 透过港版国安法 从一个变成两个 从港版国安法 可能引出的 香港前景 有三种 上下推进 变数重重 好 讲的看起来 好像还蛮空泛的 那今天这一篇 香港特派员记者 李春的特稿意思就是说 恐怕哦 未来三年 香港加速 融入大湾区 必须要低调 因为包括政治 包括经济资源的内战 短期恐怕香港 没有办法 自己重新回来 那今天联合报 在三版 也另外提到说 港府昨天深夜 11点看线之后 香港部分 颠覆国家政权罪的 相关范围 就会慢慢更加扩大 那当然这个扩大的部分 讲的是什么呢 是 其实包括了 你在境外 如果说你有一些 言论被认为是影响到 国家安全颠覆国家的话 那可能哦 你入境香港 也会被认为是犯罪的 那所以在 其他的部分的 这个反对声音当中 也质疑 现在香港恐怕 已经必须被认为 是中国大陆 要用相同的标准来看 美国在制裁 昨天香港特首林郑月儿 说他不是被吓大到 他不会怕 那当然也吸 也相信他们自己 北京庄政府 会提出反制的措施 黄之锋退出 香港多个组织解散 昨天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 以黄之锋为核心成员的 香港众志等学生 跟青年组织 及时宣布解散 或停止在香港活动 民间人权阵线发起 七一大游行 被香港警察禁止 民阵跟部分民主派成员 会以个人的身份发起游行 继续反对港版国安法 台湾的反应 昨天蔡总统批中共 证明一国两制不可行 国民党则希望北京 正式港人治港的承诺 希望遵守过去 对香港人的一些承诺 跟说法 好 另外 接下来美国取消 香港特殊待遇之后 敏感技术 可能也不输进香港 先从国防设备开始 那今年早报有点到说 可能连iPhone也会受到影响 台湾的这个行动 启动了台港办公室 如果是受到迫害的香港人 经由合法的途径 到台湾来的话 可以申请照顾就业跟就学 好 这个是今天早报 另外有不同的版面 点到的重点 敏感时刻 昨天美国反潜机穿越台海 好 中共军机现在没事就来绕一绕 那今年早报有说 昨天再度现身台湾外围空域 因为刚好 中共人大通过港版国安法 所以美军的动态呢 格外引起外界的关注 今天在自由时报 把他跟这个港版国安法 这个通过呢 做了相同版面的配合对照 除了港版国安法 这个通过之外 再来听到的是 今天早报自由时报的 头版头条 他关心的是 中华电信的5G开台 昨天5G哦 这个中华电信抢先 台湾大哥大 那率先在昨天白天宣布了 资费方案 今天自由时报 放在头版头做了大标题 5G开台 1399元吃到饱 入门资费是全球最低 台湾的行动通讯 正式迈入了5G时代 中华电信跟台哥大 昨天都宣布 5G开台 公布资费方案 两家业者月租费都采599到2699等八个急剧 1399元以上可以上网吃到饱 中华电信的最高速率按照月租费的不一样 而台湾大没有公布网速 不过强调会让民众绝对有感 专家则建议说1000块钱上下资费就够用了 不过5G基地台现在建设才刚刚开始 如果大家的合约还没有到期的话 专家建议你不要急着解约 再看一阵子 等他慢慢慢慢 5G布建好了之后 再来参加5G方案 可能是更加划算的 好 这个是今年自由时报的头版 另外各个报纸在内页 也有不同角度给消费者做参考的建议 各家电信业者5G资费比较自由时报在头版 是用表格的方式整理报道 理论上5G的速度会比4G快100倍 目前各国上路实际大概快10到20倍 所以还没有跟上 而业者端出的资费比4G涨幅不大 而且提供更多元的网速选择 所以4G其实看起来 如果说你是使用量大 或者你的需求是比较强大的听众朋友 或许可以来参考一下 不过专家特别提醒说 其实身为YouTuber 你有大量上传影片的需要 其实一个月的传输费 也大概是7、80G而已 如果你申办5G 999或1199应该就够用了 民众可以先跟电信公司去查 查你平常上网的流量 你用的大概用了多少再去斟酌 你要加入哪一种急剧的资费 是比较这个划算 或者是CP值可能会比较高的一种做法 而且不要忘记哦 你的手机如果是4G手机的话 你就算用了5G 你跟他加入他的资费 也是没有用的 要先换手机才能够享受到这些 所谓的流量怪兽 或者是超快网速的优惠 跟这个快感 那也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好另外再来听到的是 今天财经报纸的头版头条 经济日报头版头说 台股第三季资金行情热 上半年表现是亚洲股市的第二名 而在贫盖股跟5G族群 接下来后市可及哦 在前面领涨之下 大盘已经上看一万两千五百点 接下来应该还是有相关的行情 今年经济日报头版头 关心台北股市说美股涨 那台股当然昨天也收红了 加权股价指数上半年表现在 主要亚洲国家当中名列前茅 那台股的分析师提醒 现在第三季是有海啸级的资金行情 所以全球股市还是可以期待 那台北股市也有高点可期 指数上看一万两千五百点 苹盖跟5G还是重点 昨天台股上涨78点 说在一万一千六百二十一点 昨天的成交量两千五百四十四亿元 三大法人买超75.14亿元 而接下来认为下半年的高点 可能会上看一万两千五百点 好这是经济日报 今天的头版头 工商时报头版头条关心台币 央行出两全台币大怒神 昨天呢央行两度出手 那两度当然就是要祖升了 因为最近台币的升幅相当可观 工商时报说 罕见的一日两度干预 盘中祖升将近两脚 所以最后收盘的时候 反而是小扁了3.5分 全球股市红通通台股昨天攻上一万一千六百点 台币同步开高走高 一举升破二十五块半 基于上半年行情最终决战 在这一天 所以央行两度出手调节 五盘占收的时候 瞬间重扁进两脚 不过当然一开盘立刻又收回一点五脚 所以尾盘扁值三点五分 好像大怒神一样上上下下 收盘的时候呢 是收在29.66对话亿美元成交量 爆出了17.835亿美元的大量 那今天在工商时报头版有说 老大哥央行绝对不会做事 不管的热钱涌进来家 所以接下来可能还会全力加重力道 来阻止台币升值 财经报纸今天的编栏重点 那经济日报呢 是预告内页三板的大同股东会 公司派大获全胜 市场派说我们还要再开股东临时会 而金管会启动了调查 工商时报今年二板也是大同股东会 那工商时报的标题是 大同出狠招删除市场派股权 明天起打入全额交割股 那在内业工商时报三板 疫情下解惊奇 台股第二季大涨两成 国际金价狂飙 第二季涨幅超过四年来最大 那金价今天清晨 呃工上了1800块美金哦 每盎司这是八年来第一次 所以在避险的需求升温的情况之下 金价也是抢抢棍 今年自由时报头版下半版面 则是大同股东会的相关新闻 今天自由时报说 大同昨天强删了 呃股东的投票权 所以呢 从明天开始列入全额交割股 好 这大同昨天举行的股东常会要改选 九席董事韩三席独董 以目前所谓公司派董作林郭文彦为首 引用气病法剔除了市场派多数表决权 拿下了通通全部九席的董事席次 所以经营权是保住了 那以这个三图建三元建设董事长 王光祥为首的市场派 提名实习董事 最后是全军覆没 好 这个其实要告诉大家 两边哦 还蛮有趣的 那在市场派跟这个公司派 公司派当然提到是现任董作林郭文彦 那市场派的共主 是总统蔡英文的表哥 三元建设董事王光祥 那他昨天提出来的读董 还有相当有名前世代力量立委黄国昌 好 昨天整个过程呢 金管会跟经济部都说话了 证交所最后是说 你没事把股东的投票权给删掉 影响到权益又交代不清楚 所以从明天起哦 列入权额交割股 公司派自行解释法规 金管会也是不认同的 金管会说不能够排除股东的投票权表决权 所以会启动调查 证交所则是直接开闸 你打入权额交割股之后 最严重可能就要下市了 今天在内页财经报纸 有整个版面的这个分析报道 继续听到的是自由时报 下半版面 七犯毒贩的太太带着毒菜探监 育有分食之后送医 怎么回事呢 因为他带去探监的这个食物里头 竟然是含有毒品FM2 把毒品参在菜里头 收支毒品贩的台北看守所 传出有一个高兴兽型人家属 把参有毒品的惠客菜带进所内成功闯关 所以好几名分食这些菜的兽型人 最后被送医 目前台北看守所已经把全案送给新北市警方 进一步调查了 这是自由时报 今年头版下半版面 另外一个新闻焦点 联合报今天的头版下半版面 来看驱棍求案 司法跟监察院大战 检察官陈龙祥职务法庭判不惩戒 监察院很生气 说我们要再审 好这个案子指的是什么呢 检察官陈龙祥侦办驱棍求协会 被控侵占公款案 对前立委林苍敏不起诉 监察院说 这个办案有11项祥 撕碎对这个检察官提出弹劾 而司法院的职务法庭昨天认定 这个陈龙祥办案没有重大维希 法律见解不能够作为惩戒的事由 所以判处他不受惩戒 马上监察院又回击说 职务法庭的判决 违反公平审判原则 逾越司法权的奋计 严重侵害监察院的宪法职权 所以监察院还要再提再审 所以这个案子呢 让司法院跟监察院是互杠 那过去是监察院跟检察权互杠 现在司法院也跳进来了 所以法律见解不能够作为是 监察院惩戒的理由 是权案相当重要的一个关键 今天在联合报 在头版二题来讨论这个议题 中国时报头版二则是 疫情的部分 WHO下周要派专家到中国大陆 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 秘书长唐德塞警告 各国跟病毒共存 可能会成为常态 要有心理准备 那今年中国时报是把 WHO要到中国大陆去调查 新冠病毒起源 放在头版二题相当显著的位置 加以报道 时间7点50分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继续回到现场 掌握内夜的新闻重点 不要走开哦 7点50分 报级时报中肯 报好听报好看 手机下载中网新闻报 app 听看新闻 报灵灾 中网新闻网 有telegram官方账号 早安安 还是可 怎么办呢 救不了 我什么方法都用过了 钢板官把过关 我稍微瞄了一下 我知道也是一定 都是有两边人 赞成跟反对 那我个人觉得 很现实的是 香港现在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可能接下来我们会讨论的是 我们对港澳条例 要做一些调整哦 只是你看看现在国际在声援香港 然后你再看香港的状况 我是觉得有点空啦 就大家心理如意 要声援的 要谴责的 那你真的以为 英美这些西方国家 会因为老共不撤回港版特别条例 而去出兵打 不可能哦 所以对香港来讲最后就是反中声量 全面退烧 那能跑的赶快就跑了 那回头想讲台湾 我们这样呼噜呼噜 如果真的跟老公闹翻了 其实最后也就是要自立自强 没有人会管你的 7点51分 欢迎回到中央早报新闻 我是谢业荣 继续来听内夜的焦点 今天中国时报的二版呢 则是说这个习近平拼百年大业 从这个港区的国安法过关 可以看出他要夺回对香港主导权 要布局对抗欧美 台湾看一看香港回来 想想自己不要踩到红线市上策 那应该谨慎而不挑衅 说这个国安法之后呢 可能台湾方面也要好好来想一想 接下来的两岸政策跟两岸立场 联合报的要文版说 蔡英文自傲监委名单 但是马英九直摇头 过去这个一阵子讨论的是 监察院的院长同意权的投票 那蔡总统提名的监委名单 引起很多争议 前总统马英九办公室批评说 民进党一党独大吃相难看 昨天媒体问蔡总统 蔡总统说 我这名单是一份不错的名单 总比绝对是比马英九 先前提的监委名单还要好 更有进步性 要大家来看一看 而对此呢 当然马英九办公室 就觉得摇摇头 这个其实没有做更多的回应 说这根本是仇佣式的提名 名单是大倒退 其实刚才在头版的曲棍球弹劾案 也可以来看这份这个监委名单 这一次呢总统提名的监委名单当中 有一名提名人是高永成 高永成他就是这一次呢 这个曲棍球弹被监察院 跟司法权跟监察权 这个互相对抗的当事人之一 所以今天联合报呢 就特别把他提出来说 这个高永成有这么大的一个争议 但是又提名他 那高举人权监察院 现在变成政治打手 这个高永成呢 在蔡总统经过提名之后 未来可能会继续不当的干预司法核心 干预个案 那认为这样的一个人选 如果是总统说的更进步 更好的名单呢 那这些司改团体 是相当不以为然的 今天联合报在政治要文版 也做了这样一个讨论 昨天司法院宪法法庭 在讨论的是党产条例视线 党产会跟国民党畸变 那有学者董宝成 他在现场就说 党产会根本就是民进党的附随组织 而党产会强调说 我们是恢复原状 并不是要加以处罚 我们是独立机关 那昨天整个争议的重点 其实是法官在审理相关案件的时候 觉得党产条例根本就是有问题 可能会有违宪争议 所以主动向大法官提出视线 那昨天是言辞辩论庭 当然没有结论啦 但是整个过程呢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今天自由时报 做了整个版面的报道 忠实直接把这个党产会被批评 是民进党的附随组织 做到板头大标 那如果政党轮替的话 会不会渊渊相报呢 这是忠实提出来 要大家思考的一个角度 再来听到中张头三县市首长 昨天共同声援抗挥保费 环保署把中火200万元罚单再撤销 不排除把最新开罚的2000万也撤销 那地方则是对上了中央 对上了台电 对上了中火 昨天包括有台中市议员 蓝营道在现场绝食抗议 那地方首长部分 中张头三首长联合起来 这个来声援这些抗议者 今天中国时报做到板头的大标题 好 今天起到超商 可以预购指本三倍券 不要到邮局去 邮局7月15号才开始领时提券 今天是预购 所以你今天如果想要赶快来预购的话 就去超商 数位券今天也可以先绑定 经济部加码送电动机车 而且各大通路都有回馈 安心旅游补助也是今天正式上路 早报联合报在生活版 有做了详细介绍 自由时报则说 如果你用数位绑定三倍券的话 可以抽25台的勾勾勒 五成要领时提券 但是行政院希望大家多多用数位券 所以加了好多的优惠 希望能够增加数位绑定 而新北要抢供三倍券则说 如果你到新北来消费的话 可以抽百万机车 只要消费超过 这个200块以上的发票 就可以去登录 可以抽这个轿车 百万的轿车 那经济部呢 跟我们中央则是加码送电动机车 来看台北市 台北市说我们也有送 我们送的是明信片 所以中国时报今天在内夜北台湾 要文版 就说这个台北市太会不会太小气啊 人家送车你送明信片 所以今天在这个板头大标也来嘲笑了一下 激讽了一下台北市 说三倍券消费送明信片 被挨轰太小气 今天另外一个政策呢 新上路的是保险政策 一家申请多家理赔 理赔联盟链 今天正式上线 不用每一家每一家爬爬灶了 它是有一个线上的区块链技术搭建 可以做连结 那四项新制上路 终身受险涨最多 短天期的储蓄保险可能会退场 不过不管如何 结论是保单可能会变贵 那这是今天起 保单责任准备经历率调降的一个影响 疫情部分 欧盟允许14国入境 但是呢 包括了纽西兰 澳洲 日本南韩 还有大陆都是有条件入境哦 但是就是没有台湾 那我们觉得自己的防疫做得很好 不过这时候很受伤 那在日本部分则说 我们可能会被他们列为第二波 解禁的这个对象 秋天或许经过谈判之后 我们可以这个解禁日本 入境日本 大陆又爆发猪流感 如果人传人的话 可能会大流行具备传染人类所有特点 所以医生特别提醒 你要吃猪肉 不要吃生的 一定要吃熟的 今年清台的台风 大概有三到五个 不过令人担心的是 昨天气象局在预估 接下来天气的时候说 今年夏天会越来越热 比大家预期的还要热 所以要有心理准备 时间7点57分 我们时间到了 明天见拜拜 抱起时 抱中肯 抱好听 抱好看 手机下载中网